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 引用天然矿泉水特约赞助播出 来看一下今天的头条 上海国际电影节圆满落幕 上海电视节紧接着而来 近日上海电视节开幕论坛 以童星奔小康记录新时代为主题 来自主流广电的负责人们 围绕电视行业遭遇的威与机 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技术融合创新 协同发展等话题 共同探讨中国电视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 8月7日晚 各个奖项将在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上一一揭晓 记者李培志上海采访报道 纵观这次白玉兰奖的最佳男演员 提名名单演技派陈宝国首当其冲 黄磊 雷佳英 孙红磊等中间力量 表现卓越 1988年出生的张若云首度入围 这样的阵容真是难以抉择 以众提名名单中 陈宝国的名字首当其冲 出生于1956年 身为国家一级演员的他 出演的首部电视剧《赤城黄绿青篮子》 便摘得最佳男主角奖杯 如今出道40年 拿奖无数的他 此次凭借着老酒馆中的陈淮海一角 再度入围最佳男主角的提名 说起陈宝国也是白玉兰奖的老朋友了 此前他凭借老农民中出色的演技 站上白玉兰奖的领奖台 我那一直有一个梦想 我说也是我的理想 我说我希望在我表演最黄金的年龄 能够把工农兵演齐 而从老农民老中医再到老酒馆 历时五年 陈宝国再度提名白玉兰奖 同样相当不易 作为一名酒馆掌柜 陈淮海自然能喝酒 而为了使得人物更加真实 借久十年的陈宝国硬是开了戒 同时陈宝国也表示 拍这部戏几乎是一场哭戏接着一场 简直是把前半身攒着的眼泪 都流到了老酒馆 不止如此 陈宝国打斗戏码也是相当拼命 拍完以后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去调整 来调整什么呢 这个从身体上要调整 消耗得太大 也是很少有的几次过不来的那种 从人物里出不来 陈宝国数十年如一日的敬业认真 彰显老一辈艺术家的风范 而影视圈的中间力量同样表现不俗 孙宏雷凭借新世界中 一振一挟的金海一拳获得提名 而他此前凭借潜伏中的余泽成 和半路夫妻中的管军 两度摘得白玉兰奖最佳男主角的奖杯 孙宏雷能否三度捧回奖杯 还是一个大悬念 因为五位提名者中 还有他的好兄弟黄磊 孙宏雷和黄磊竞争白玉兰奖最佳男主角 已经不是第一次 早在2017年 黄磊凭借小别离 孙宏雷凭借郝先生 双双入围 结果两个人都败给了张艺 而黄磊此次凭借小欢喜 提名最佳编剧 最佳男主角 两大奖项 开车怎么就风吹日晨 风吹不着 雨淋不着 真的 我一边赚着钱 一边养着价 这多开心的事 黄磊凭借两项提名 成为了得奖大热门 而对手同样实力不俗 长安十二时辰的横空出世 再让我们看到了 不一样的雷佳音 拍摄这部戏期间 雷佳音几乎每天 都在剧烈运动 跑 打 摔 啪 戏服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了 到处都是洞 挫伤 摔伤 已经是家常便饭 甚至还泪出了骨质增生 有好的动作 就逐渐逐渐的难度 就加上去了 可能原来让我 自己去打的没有那么难 但后来发现还能打 就慢慢慢慢就越来越难了 当然 在一众提名者中 88年出生 今年才32岁的张若云 虽然是首度入围 但呼声也很高 在《庆余年》中 张若云饰演的范贤 重情重义 喜怒不形于色 深藏绝世神功 我觉得要是没有这众生 就没有情况 所以我想为了这些人 跟这世上的道理斗 他自己给自己定的人生信条 是混之等死 但是他却总在做一些冒险的事 所以我只是觉得 这个故事最有趣的一点 是一个人和这个世界的对抗 以及他自己与 他自己的内心 与他的想法之间的一种对抗 纵看此次白玉兰奖 最佳男主角的提名 从50后的陈宝国 70后的黄磊和孙红雷 到80后的雷佳音和张若云 究竟谁能笑到最后 还真的是很有看点 记者陈湘云编辑报道 陈宝国主演的《老酒馆》 这次也同样入围了白玉兰 包括最佳中国电视剧等 在内的其他五项提名 而在这项提名中 同属年代剧的还有 并编不是《海棠红》 陈宝国写首秦海露主演的年代剧《老酒馆》 入围了第26届白玉兰奖 最佳中国电视剧 最佳导演 最佳原创编剧 最佳男主角 最佳女主角 五项大奖提名 其实自开播以来 老酒馆就呈现出收拾口碑 双丰收的态势 老酒馆主要讲述了民国时期 陈宝国饰演的酒馆老板 陈淮海 助力秦海露饰演的古三妹 共同迎来了大连解放的故事 而同样因为老酒馆 入围此次白玉兰最佳女主角的 秦海露 起初在选择禁组时 也有几分冲着陈宝国来的意思 就拍的第一场戏 喝醉酒飙酒当秋千 因为两个人还都不熟 那是拍的第一场戏 导演当时就很开心 然后宝国老师也到电视器前面去看 他也很开心 我觉得受到了莫大的鼓 除了老酒馆之外 另一部年代剧 由黄晓明影镇舍师曼主演的 并编不是海棠红 也同样不容小区 同时获得最佳中国电视剧 最佳改编编剧 最佳摄影 最佳美术 四项大奖提名 但是这个《并编》找过来之后呢 我发现这是我一个 我很喜欢的题材 就是民国写京剧写国粹的 然后又找了一帮很好的老演员 来帮我们科串 《并编》不是海棠红 聚焦京剧文化 讲述了上世纪30年代的北平 京剧《明灵》 商戏锐与爱国热血商人程凤台 在战火动乱中 并肩前行 以身救国 与残酷命运 砥砺抗争的传奇故事 剧中除了动人的家国情怀 国粹京剧的展现 也让观众们享受了一把 中国传统文化之美 而要知道 影镇饰演的京剧明灵 商戏锐 可是在影镇 牧原笛等真正的京剧明家指导下完成的 往外扁 好 上手 太复杂了 玩不动了 看着啊 一个 好 一个 下来 这上 上 上 好 就挪上来 一朝一世见细节 并遍不是海棠红剧组的浮化道 也是精致到位 你看戏里边我跟姐姐在说话的时候有一个小的自动咖啡机 在那个年代的自动咖啡机都是我们这个道具精心准备的 其实原来剧本是没有的 但是他准备了我就刻意去整个在说话过程中就把这个道具用了一个够 两部优秀的年代剧都具有优质的内核和精致的包装难分伯仲 白玉兰的评委可要犯愁咯 记者姚为家综合报道 近日热播剧《三十而已》中三大主角频频成为热议话题 与此同时 剧中的一众配角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在《三十而已》中赵千子饰演的陈女士看起来其貌不扬 但却要预定上百万的珠宝 这样的举动自然引发了观众的好奇 你们店里就没有更贵一点的 有的 那都是高级定制系列的 也都是百万级别的 我想买 不过在随后的剧情中我们知道了答案 原来她购买珠宝的钱是前夫给她的离婚补偿款 看到这里 让人在唏嘘的同时也瞬间泪目 造型上其实就是一个朴实的一个中年妇女 因为她疏于打扮 她可能一直陪着老公去吃苦 但是她不会去注意自己的形象 这也是导致可能她老公会出轨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吧 剧中赵千子饰演的陈女士让人心疼 然而她遗忘的角色 可都是让人恨得牙痒痒的狠角色 不论是《甄嬛传》中的静白师太 还是欢乐送礼 樊顺美的嫂子 亦或是知否里的相妈 都是些不讨喜的人设 这次没个七八千 肯定是逃不掉了顺美 因为演了太多的反派 赵千子还被大家戏称为 坏阿姨专业户 你真的能把一个类型的角色 演到极致演到特别好 就是所有人一想 可能就想到你了 我觉得其实也挺好的 除了陈女士 剧中的赵静宇 虽然出场短短两集 但是照样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也是香港无线电视台 花旦高海宁第一次 参演内地电视剧 她是一个非常悲情的角色 她其实承受了很多的不开心和痛苦 然后也要接受男朋友的背叛 然后不止要接受 还要去调节自己的心理 要去帮这个男生去 帮他解决一些他不想再要的情感 我是很同情这个角色的 然后但是他自己表面上还是要有那个气势在那 说起高海宁在剧中的最精彩的剧情 那绝对是山王曼妮的那一巴掌 其实拍这场戏我压力是非常大的 今天是我第一天拍的第二场戏 跟江江没有很熟 通知后发现江江是个非常专业的演员 他就跟我说你不要害怕 不要有心理压力 直接打下去 我们还试了那个力度 然后他就是觉得我删得比较轻 他就说你要试一下再用力一点 他真的对自己狠狠 但是就出来效果非常好 别把自己说得那么高尚 你问问你自己 你是爱他的人 还是爱他的钱 除了赵千子 高海宁 吴勉饰演的王母 戴娇倩饰演的陆姐 也同样大放异彩 配角天团 强势助力 三十而已 不火才怪 记者陈湘芸采访报道 好电视剧 演好电视剧 演好电视剧 光影之行 始于足下 光影之行始于足下 关注2020年上海电视节 2020上海电视节 更多上海电视节的精彩报道 一定要锁定东方卫视的东方卫视 文娱新天地 竞赛文娱新天地 文娱新天地 2020年电视剧人加油 电视剧人请加油 电视剧人请加油 欢迎回来 我是新闻家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 引用天然框泉水 特约赞助播出 来看下一条新闻 空灵的嗓音飘逸的长山 获增华生动漫少年 出现在了近日的上海漫展上 我真的现在形成了 有中国风这样一个符号吧 跟以前的音乐 这些也都是离不开关系的 确实受到很深的影响 无论是2014年被大家熟识的卷珠帘 还是后来陆续推出的新的音乐作品 国风始终是获尊的标签 他感恩标签带给他的一切 但他也表示自己难以被定义 我现在的这个阶段 就是我已经接受了 并且很感恩有这样一个符号 而且我确实很擅长 也很适合做国风音乐 但我不仅于此 记者刘冲 上海采访报道 好了 今天的文明星天气就是这样 我是孙嘉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